Hello 大家好 我是韭菜玩具的阿九 那我跟老蔡刚刚到梅城古镇呢 就发现这么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老房子 然后这里呢 其实是祖可征的旧居 也是浙大西迁的一个第一站 那为什么祖可征会在这边有个房子呢 据说就是那个抗日战争的时候 好像梅城古镇是浙大西迁的第一站 他在这里办学过曾经 看这边有个西迁路线示意图 从杭州一直到天木山 然后到建德 然后再到福建 这个应该是仿的 当时就浙大西迁的时候 把这些就文学资料什么的 四库全书这些 就是装在箱子里封好 然后一起运走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祖可征旧居里面 他真正居住的地方 你看这个是个前厅 还蛮特别的 对啊 还是就是很简单 但是很精致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卧室 这些真的是老物件 你看 这里应该原来可以有个镜子的 对 然后这是那个盆 脸盆 铜盆 这个是那个以前的雕花床 这个应该也是老物件 但就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原先用的 这个就没法考证 这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好特别 不认识 稍微 开不动 它锁住了好像 它好像是有个机关锁一样 我稍微开开看一下 它这个你看 锁扣 好像放 原来是保暖的吧 给这个茶壶 对吧 这个机关蛮巧 没有的 这样我放回去给大家看一下 要先这边长的放上 然后这里 拉回来扣上就好了 那从前厅往后走 这里呢 是可以上二楼的一个楼梯 哇 好大这个房子 二楼也很大 好干净 这里可以睡好多人 原来的老房子 其实一般楼上是堆那种 古屋啊什么的 当然也是可以住人的 所以我们刚刚前厅的那个天井 都是这样设计的原来 好漂亮 是啊 好了那大家来到梅城古镇 我觉得也可以来 祖可真旧记这边逛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 当时色大西天的一个 这么历史过程 好了那这次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想要过下晚的周末 可以加入我们的群哦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